史诗百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正在恒电赶拍 那这天呢在距离恒电附近的仙剧啊 传来了振振激烈的枪炮声 原来呢是该剧的重场戏正在赶拍 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独家报道 记者探办当天 电视剧毛泽东剧组正在拍摄一场血染香浆的中头戏 现场只见烟火师带着硫磺和锯末做成了烟饼兵分几路 有在原地造势的 有在上风口来回奔跑的 一来二回把位于河边的片场营造的烟火弥漫 回来 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 白衣服 往这边跑 我是每天飞延安 因为现在延安还在进行着呢 然后在飞恒电然后飞上海 我是昨天晚上半夜飞到 然后拍这个大戏的 用电脑来完成这个血染香浆的过程 快过快过 结果刚刚一准备过来 就蹦到后面 我们不能放着股脚上来炸 此刻烟火师已经布置好了炸点 为了拍到更加完美的画面 摄像师把机位移到了水里 红军战士扛着重机枪在集结中 各路人马和后期制作人员也赶到桥边 伟人的扮演者们为了这场爆炸戏 全部化好了烟火妆严阵一带 一会儿用了一箱 一箱有多少支 爆炸戏一变过 此时原本稀稀利利的小雨停了 剧组的大伞也收了起来 在现场坚定地站在导演高熙熙身边的 还有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刘靖 刘靖演了近20年的周恩来 拍过无数遍血染湘江的战争场面 此刻也冲到导演身边 参与现场对词和场面调度 导演忙得分身乏术 剧组上下更是倾尽全力 为了赶拍戏份 演员们随身装备里 最少不了的就是提神的咖啡 新娱乐在线 先居现场独家报道 新娱乐在线